现场可以看到火钓科人员 在餐厅内拍照彩阵 因为就在1号晚间6点20分 位在板桥明泉路上这间意识餐厅 发生严重瓦斯外泄意外 老板和老板娘两人倒卧 在用餐区陷入昏迷 我们来听一下稍早访问 获报到了现场 发现现场的瓦斯浓度非常浓 然后得知这个 关系人表示说里面有两个人受困 那我们就赶快着一张入室 把两个人抢坐出来这样 可能是因为瓦斯浓度太高 导致窒息的部分 根据消防人员调阅店内监视器 发现老板娘在中午时 趴在餐桌上休息 老板发觉不对劲要把她叫醒 结果没醒来 自己也慢慢昏了过去 员工在1号傍晚5点多到餐厅 准备开店时 却发现店门还没打开 打电话给老板和老板娘 但都没人接听 现场还飘出了浓浓的瓦斯味 只好请老板奶奶来帮忙 等到开门进入时 才发现两人昏迷倒在地上 紧急叫救护车将两人送往亚东医院 及布立台北医院抢救 但还是回天乏术 中天观众有好康 就是请你上快点购 买这个乌化器呢 送水神是一举两得 当然我们现在有推出了 三种好康的组合 有效帮你保护起来保护家人 那么防疫不能等 赶快上快点购来买 要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i108就有折扣了